把细节搞得熟熟的之后 我们再波及到合同法和担保法 这叫三位一体 先说施工合同社会文本 第一个考点合同的构成 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一定要写 一定要读 读书读书嘛 不然的话不精 两个部分 文本的构成 文件的构成 第二个考点 三方的责任 发包方的责任 付款办证 提携组 违约责任 135 天天炼化成习惯 大把钞票不辛苦 这就是给你项目经理 指了一条阳光大道 你不要再去走偷工减料的那个企图了 那迟早试试 你好好研究研究 这个东西走正道 支付各类款 按合同约定 支付各类 应付款 是发包人应履行的核心意义 想一想 是不是啊 你去买东西 你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那不是你给人家钱吗 对不对啊 在国际上 很少有业主 因为付款违约 他们认为 按照合同约定付款 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我国的业主 则正好相反 多数业主 只能拖就拖 不按合同约定 支付合同价款的 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支付的 别忘了 你要催告 八包人 承担违约责任 具体的方式 一二三四 都跟你说了 一定要明白 在适当的时候 你就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不要硬行使 简称 先要攻其 后要钱 业主给不给 是他的事 特别是很多合同 在签订的时候 就出现大量的 无效交款 诸如 无所谓合同 无签证合同 无变更合同等 业主 业主以此为计 不认可 所谓 这些条款 多数是可变更 可撤销的合同 当然 涉及到质量 安全的 无资条款 可能是无效条款 你必须提出 在通过一定的协调手段 让业主认识到 自己的物质 慢慢的 就理顺了 工作关系 想干工程 必须亮剑 经常当天 就想法院 你听明白了 这两句话 你可要记住 牢牢记住 想干工程 必亮剑 进场 当天 想法院 什么意思 你要时时刻刻 收集证据 当然 能不上法院 就不要上法院 上法院 那是万般无奈的办法 办理相关证件 业主应按核动约定的事件 移交相关证件和手续 包括 地规 地规 地规施工许可证 地水电路 再监督 这是业主的 涉外义务 未按核动约定事件 移交相关证件和手续 承包人 已经发出书面催告通知 并及时提出索赔 包括 期 费 力 提供现场条件及相关资料 进场前 业主应提供施工现场的基本条件 三通一平是最基本的 如业主委托施工方完成 应签订补充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别说别的 你让我干 你给我钱 这应当是你完成的三通一平 进场后 业主应提供满足开工 前期要求的实用图 设计文件 并组织设计交调和图指挥人 如使用国际标准的 业主应提供原文和中文两个版本的 标准规判 开工前 业主应提供 勘察报告 周边环境相关基础资料 地下管网现网资料 并保证其真实准确 齐全 但 你要听清 即使给了你 官网现网资料 你施工单位 为了减少风险 你也必须准备好 人力 物力 财力 进行全面的坑探 在施工过程中 如部分上处资料 不能在开工前一次提供 在施工过程中 应在满足施工的条件下 继续提供 业主 问案合同约定 提供现场条件 和相关资料 将会引发 工期费用利润的所为 注意这件案 这里边是有利润的 脑子里边要清楚 什么情况下不给利润 四 完成相关协调工作 业主的协调工作 主要是对外协调 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 包括建设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 市政主管部门 公安 消防部门 环保主管部门 委生主管部门等 以工程周边相关单位 和住宅小区 居委会 物业等 进行协调 在业主 进行协调的时候 你私工单位 尽可能 判一个人 这样以后便于 对接 五 完成相关组织工作 就下面那边也 业主的组织工作有两项 开工前的设计交底和图纸会认 由业主组织 完工后的进行验收 由业主组织 其他组织工作 均为项目总监和项目经理 设计永久工程质量验收 由项目总监组织 设计措施项目安全验收 由项目经理组织 这就是两条腿 过程中的两条腿 承包方的责任 编完裁剪 抱怨收 内忧外患 两路走 知识体系 入骨随 程序分工 两不愁 要对这首汤诗 一定要 越熟越好 你就知道你项目经理 干什么的了 三段论 施工单位依据施工合同 约定 按指令按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这叫第一段 缺险则 缺险则论题内完成 自身原因导致缺险 缺险修费义务 第二段 保修期 按照质量保修书的要求 履行 保修义务 这叫三段论 施工单位违约的 依法承担 违约的 赔偿 发报方的损失后 继续履行合同 缺险工作 开工前编制 施组 进度计划 专项施工方案 难点重点部位的技术方案 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 再报总监和 发报人 施工过程中完成相关工作 即检查 形成文档 报监理签字后归档 完工后 编制工程进攻研修申请表 即工程进攻医 结算报告 报验收 设计永久工程实体的 应按统一标准和各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完成自检合格后 报监理验收 进攻验收时 应报业主组织验收 采取措施 开工前和施工过程中 应按步骤 分阶段 采取 保工期质量 安全环保 安全环保的各类措施 得采取 确保工期质量 安全环保的各类措施 及时对各类措施 你在现场 你看看 监理方的责任 边签 边签检验 内协调 发包 承包 中间桥 心术 放证 可持久 重大事故 怕不了 这就是对监理的高度概括 你要心术放证 你才能持久 心术不正 就有两个结果 编制 下面总监在开工前 应组织相关监理人员 依据监理合同 和设计文件 编制监理规划 报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沈丁鸿 在召开第一次工地会议前 报送业主 每一个点 自己要知道 对技术复杂专业性强大 分布分项工程 由专监组织 由专监编制 监理实施细则 经总监审计后实施 签吧 由下面总监 向承包方签发 重要的指令 所以那专监呢 专监下达的是监理通知 这些令他签不了 他不够资格 在签发这司令之前 张德发报人同意 因情况紧急 可以发布口头指令 但事后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 予以书面确认 因情况紧急 涉及安全隐患的 下面总监 可指令承包人 暂停施工 并及时报告发报人 监理的检查 监理人的检查重点 是施工过程中 实体质量 和 措施安全 还要兼顾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 在这些检查当中 最重要 最核心的 是实体质量 检查的方式是 巡视 旁战 平行检验 走马观望 再巡视 盯住一点 旁战点 施工 检完 再抽检 这就是对 巡视旁战 平行检验的解释 验收 中间验收的组织主体 是专间和总监 详细内容 建质量管理 我在质量管理 第二节 要专门 要专门交代 验收的 六个考点 协调 发承包 双方之间的协调 施工现场 承包人之间的协调 均由向总监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文件进行 这也可以称之为协调权 监理人 不按照合同约定 履行上述义务 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 发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为什么 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在说施工合同的 监理不是施工合同的当事人 监理和发承包人是同伙 所以你承包人只能追究发承包人的违约责任 这称之为合同 追责的相对性 发承包人承担责任后 再依据监理合同 追究监理人的违约责任 那是再说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的 质量责任 材料设备的质量责任 这里的材料设备 是指永久工程使用的工程材料 和构成永久工程一个组成部分的工程设备 而不是临时工程和临时设施 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设备 加工材料 业主供应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 在清单计价规范中称 加工材料 在财税36号文中称 加工工程 轻包工 加工材料是 业主应履行的义务 和应称单的责任 共通清减 正质量 供货 业主按承包人编制 并经监理人审批的进度计划 供应材料设备 提供材料设备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并对材料设备的质量负责 简称依法供货 追责任 通知 业主供货 应在进场前一定时间通知承包人 接收货物 特别是大中城市 白天现行 半夜到货时 承包人需要安排人员接货 所以当事人应在合同中约定提前通知的时间 青年 甲贡材料到货后 八成包双方应对材料设备 注意清减数量 这涉及到结算款的问题 甲贡材料款 在结算中理解为无息短期节款 我们习惯称之为 小玉妇 这道结算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用上这个小玉妇了 简单 甲贡材料到货后 发承包双方 一方面进行数量清点 另一方面 还要进行质量检查 到货时的质量检查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 原始质量证明文件 如果是工程设备 还要检查装箱清单 安装说明书 质量保证书 及相关图纸 这称之为书面检查 其二是外观检查 钢筋直径是否超便 设备装运是否损伤 三 五 或或 事后责任 甲贡材料经清点和检查后 没有问题的 一交陈伯仁 保管 发生的保管费 按合同约定处理 甲贡材料使用前 承包人按 规范的规定 进行检验实验 其费用 由发包人 另行支付 除非合同中 明确决定 已包含在 以标价 共产 精简验 合格的 精简验 合格的 加工材料 在施工过程中 因事故 重新检验 检测 不合格的 由此导致一切损失 均由 发包人承担 以供材料的 资料责任 承包人自行采购材料设备 其义务和责任 通知检查 保检验 通知 材料设备到货前 按合同约定的时间 由承包人通知 监力人进行 质量检查 但 不进行数量清裂 保管 经常检查 合格后 由承包人负责保管 保管会 已包含在 材料设备的 单价中 经常检查 不合格的 承包人按 监力 指令 限期 清除现场 依法 重新采购 检验 材料设备 使用前 应由承包人 负责检验实验 未经检验实验 或检验实验 不合格 不得使用 检验实验费 已包含在 管理费中 由承包人承担 事后责任 施工过程中 因事故 检测材料设备 不合格的 由此造成 一切损失 均有承包人承担 材料这个源头 要求你自己 要形成一个小体系 因为现场对材料的管理 你不按这种虔诚的管理 你就会在一个环节当中 出了问题 隐蔽工程 如果说材料设备 是质量的源头 那么经过源头 我们就进入了过程 在施工过程中 隐蔽工程是个 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概念 这就必须从下面的空间角度 依法解释 质量管理条例中 涉及到 也涉及到的隐蔽工程 是大隐蔽 所以 其规定 施工单位完成隐蔽工程后 通知建设单位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进行隐蔽工程验手 你就感觉到 条例在那写的一定是出了问题 因为你看 他没有监理的事 接着看 而统一标准中的隐蔽工程 是小隐蔽 所以其规定 施工单位完成隐蔽工程 自建合格后 报专间组织验手 所以对于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靠条例就按上不当 靠统一标准就按下不当 所以要是没说呢 也是没说 就是靠下面 统一标准 不管是大隐蔽还是小隐蔽 过程的质量控制 是必须加强的 因为建设工程 不可解体性决定了 事后内在的质量检查 是十分困难的 验手程序 自检神检 两路走 这是施工现场的作文体 重新检验 两类重新 两结果 钻孔玻璃 重覆盖 私自隐蔽 私自隐蔽 全程单 不看结果 看前提 根据上周 我跟你 一一解释的这些事 我们现在再复习这一下 工程式车的质量责任 组织主体 单机无复合式车 有承包人组织 无复合联动式车 有发包人组织 有复合联动式车 即投料式车 是发包人自己的事 如需要承包人配合 应签订 补充协议 费用称 单机无复合式车的费用 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无复合联动式车的费用 合同约定 合同未约定的 兵分两路 哪两路 一路 我们搭案例的时候 这事为 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一路 你搭工程经济的时候 就思维 没包含在合同价内 所以他俩 不一致 冲创了 投料式车 是发包人自己的事 与合同无关 当然是发包人承担了 不合格的 费用承担 设备原因 设计原因 安装原因 简称 设设安装 没通过 第四个条件 工程分包 违法分包 法律 建筑法 自然管理条例 违法分包的四种情形 要求项目就要经历了如指的 三类主体 再分包 建筑主体 登記 该工程部位的分包 决策权 属于建筑单位 要么有约在线 要么事后 同意 Rice 中单位 擅自分包 属于 违法分包 主体资格 分包单位 应既有相应的自治条件 否则为违法分包 即 施工单位将 分部分线工程或劳务作业 分包给不具备相应 自治条件的分包单位 这是主体资格不合格 工程主体 施工单位必须 自行完成主体结构工程 主体结构分包 属于违法分包 再分包 专业分包单位将分包工程 再次分包 属于违法分包 劳务分包单位 将劳务作业 再次分包属于违法分包 所以再分包 两路组 但专业分包单位 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 下了一个单 下了第二个单 但施工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 不能以劳务分包的 名义 这俩都写错了 实施违法分包 即劳务分包是 只包工不包料 分包的原则 不再分包三主体 不构成违法分包的四种情形 但就是分包原则 即施工单位 可以将部分分布分项工程 依法分包 依法分包 这里的依法 就是指 分包应遵循 但原则 学校主体 施工单位按合同决定 或事后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将 分布分布分项工程 进行分包 但劳劳务分包 无需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主体自个 施工单位将分布分项工程 或劳务分包给具备 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 主体工程 主体工程必须由施工单位 自行完成 不再分包 专业分包单位 不得再次分包 是不得再次对专业工程进行分包 劳务分包单位 不得再次将劳务作业进行分包 分包私权 决策权 是否允许分布分项工程 分包的决策权属于建设单位 但劳务分包除外 选择权 对分包单位选择权属于施工单位 确认权 分包单位资格 是否合格的确认权属于监理单位 即施工单位选择分包单位后 应将相关资料报监理机构审查 项目总监 组织相关专监审查合格后 签发 分包单位资格确认表 这个表是监理规范当中规定的表格 施工单位收到确认表后 方可与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我在这 查进来了监理规范当中的一点东西 管理监 对分包单位进行全过程管理的主题是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不得与分包单位发生工作关系 包括指令要求付款等 连带责任 施工单位与分包单位 就分包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承担连带责任 但分包合同价格 与总包合同价款中相应的部分 没有任何连带关系 所以连带不连带 是就质量和安全而言的 一 质量管理条例 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 就分包工程的质量 承担连带责任 安全条例 总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副总责 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 对分包工程的安全承担连带责任 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包单位管理 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 导致安全事故的分包单位 承担主要责任 这些话 将来 第一个层面 作为搞错题 说理由的时候 你得会说 特别重要的点 作为简单题 你得会说 再特别重要的点 如何处理 你得能写三部 违法分包的连带责任 施工单位 违法分包 施工单位以分包单位 就分包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承担在连带责任 这里边交代的是违法分包 也是连带 挂靠也是连带 转包也是连带 转带质量的质量 转带质量的质量 是连带质量的质量 转带承包 设计承包 时空承包 我们很多时候 把设计叫委托 那不符合合同法的精神 将工程转包 转包 是对承包单位的约束 转包是违法的 要严格区分 转包与违法分包 转包是 就是不干 即 一点也不干 又细分的一两种 不管不干 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就叫修师 和只管不干 给大家讲课要告 就是说的 这个总包还成天在现场晃的 混饭吃 但他不干 所以 不管不干 和只管不干 总之就是不干 不管不干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 全部转给他人 只管不干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 肢结以后 以分包的名义 全部分包出去 关键在那个全部 你要干了一点呢 那顶多你把主体分包出去 说你是个违法分包 对吧 六 知己 资料管理条例 对知己的定义 给 给了法官一个极大的 自由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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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 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看他怎么说的 肢解是 本来应当由一个承包人 完成的工程 发包人 肢解以后 分别发包给几个 承包人的行为 这里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 什么叫 本来 我们给出的定义 分部分向工程 发包 就是直接发包 换句话说 就是发包工程的最小单位 是单位工程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装饰装修分布工程 建设单位 可不可以单独发包 制度化建筑 可不可以 电梯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在工程实践中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么我们需要再定义 分部分向工程发包 为直接发包 但特殊专业工程 可以单独发包 现在问题又来了 如何定义特殊专业工程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可靠的法定依据 于是 于是乎业主就可以 随心所欲了吗 但你总不能说 地基基础 分布工程 和主体结构 分布工程 是特殊专业工程吧 所以 我们现在 极需要法律 和行政法规层面 做出 定量的规定 以规范 建设单位的行为 考验五 工程变更 我们首先要理清 三变的关系 合同变更 大变更 工程变更 中变更 设计变更 小变更 大 中小 中 中 小 这是给你 告诉他们之间的关系 工程变更的范围 哪些情况 算工程变更 量变 相变 三改变 简称 变变变 量变 合同中 约定任何一项工作 工程量增加 或减少 简称 量变变更 量变变更的风险 七分单价合同和总价合同 确定 承担主体 下面 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外 新增任何一项工作或工程 在合同约定之内 取消任何一项工作 但取消的工作 交给他人完成的 不属于工程变更 上楼已经给大家交代了清清楚楚 对吧 而 属于工程变更的尚未变更 即合同变更 就是你取消了 你交给别人了 不是不可以 这不属于工程变更 而是属于合同变更 包括你的工期 缩短了 你签补充协议 对吧 提前进行协议 那不就补充协议吗 设计变更 对工程的任何部位 标高尺寸位置等的改变 这属于设计变更的判处 只有设计单位 签发设计变更通知单 监理单位 接到业主转发的 设计变更通知单后 签发工程变更通知单 实用单位在接到工程变更通知单 和变更通知后 才能向建立单位提交 变更价款 股价报道 标准变更 质量标准发生变更 属于工程变更的范畴 但不得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 否则为无效变更 进度变更 进度计划的变更 视为工程变更 包括时间的改变 和实施顺序的改变 变更价款的确定原则 工程变更价款 的确定原则 就是确定方法 按照法 以标价工程清单中 有适用于变更单价的 按照适用单价 确定 变更价款 参照法 以标价工程清单中 没有适用 但有类似于变更 工程单价的 参照类似工程单价 确定变更价款 协仓法 以标价工程清单中 既没有实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单价的 或者 有实用 或类似于变更工程单价 但工程量的变化超过 15%的 有发承贸商方 按照合理成本加利润的方法 协商确定 变更工程单价 这里的 合理成本加利润的方法 就是清单机家规范规定的 重新造价的过程 人才及 有法定信息价格的 则 考虑报价浮动率 没有法定信息价格的 则 市场价格 确定 按市场价格 确定变更工程价款后 到发报人批认 变更价款的确定程序 这里强调的是价款确定的程序 而不是工程变更的程序 变更价款的确定程序 概括为 一提二审再支付 提交 承包人收到监理人变更指令后 14天内 向监理人提交变更工程价款 估价报告 未在14天上提交报告的 视为 该变更工程不涉及 下款增长 审核 监理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 到7天内完成审核 并在审核后 提交发报人審计 发报人变更工程价款 事为 已经审核 支付 经发报人批准的 过变更工程价款 随当期进度款 一并支付 工程变更的程序 设计 设计变更的程序 不论哪一方提出 工程变更 只要设计 设计变更的 均有设计单位 签发 设计变更控制单 并绘制 进工并绘制 设计变更控制 设计结构安全的 应提交原设计审查机构 审查批准 设计造价增加 超过批准 设计概算时 应报原 盖算审批部门批论 监理人 收到设计变更通知单 和设计变更图示后 签发工程变更单 承包人收到工程变更通知单 和设计变更通知单后 编制 施工方案 并提交监理人 和发报人审批 你自己回去 拿着笔写一写这个东西 因为它带有语文性 定制的做文体 从自己的组织一下语言 不能背 第一 写到一张嘴 一提笔 就写出来的程度 而不是让你背下来 在监理人和发报人批准的施工方案后 承包人应编制变更工 变更价款 估价报告 并提交监理人和发报人 变更工程价款 报告批准后 承包人 可按设计变更图示 组组 组织施工 二 设计变更之外的工程变更程序 就简单了 就不设计设计变更 那就简单了 是吧 考点六 工程风险 风险是指于损失有关的不确定性 即不确定的损失 风险的大小 用风险量表示 风险量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 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潜在损失的严重程度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风险 上天入地 找人间 低调风险 化石文物 承包人发现化石文物的后 立即报告 报告文物主管部门 并通知监理人和发报人 承包人按相关方的要求 采取措施 保护现场 因此增加的费用 就是因这个事 这个词 你自己别连着读 因此增加的费用 和延遏的恭喜 均由发报人承担 所以 发报人会指令承包人在 一天在什么时间挖土方 就不得而知了 不利物质条件 这个概念 很怪异 这是在非地克核能条件中拿来的概念 当年的翻译 当年在翻译这个概念的时候 翻译人员就出了问题 不利的物质条件就是 直接理解成 正常工程地质之外的 其他地下障碍物 但不包括化石文物 你不能说化石文物是 不利的物质条件 化石文物刚才不交代了吗 它也是买到地下的 但它有价值 而这个障碍物是没价值 还是障碍 发现不利的物质条件 是发报人已经承担的风险 因此增加的费用和延遏的工期 均由发报人承担 但承包人克服不利物质条件 而采取的各类措施费用 就是包括 承包人克服不利物质条件 而采取的各类措施费用 但不包括敌人 异常恶劣性质条件 文本对其定义 承包人不能合理预见 又未达到不可抗力标准的 风雪雨薄沙尘暴 重度雾霾民工效 为什么民工效了呢 因为给钱呢 对吧 谁给钱 你项目经理 你施工单位得给我钱 这里强调的是 约定量化指标 你得在合同中约定 施工过程中 气候条件达到了 异常恶劣条件的 延误的工期 由发报人承担 人机两窝 文本未明示 按惯例 由承包人承担 但承包人克服 异常恶劣性质条件 采取的措施费用 经发报人批准后 由发报人承担 不可抗力 我没 不可抗力 我没再给你单独列一个考点 而是归类到风险这来了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前中后 事前不能预解 事中不能避免 事后不能克服的时间 简称 不可抗力 三不能 认定 法定标准 社会群体性事件 包括战争 对吧 这是最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动乱 骚乱 暴乱 约定标准 自然世界 需要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加以约定 包括 风雪雨红震 雾霾 沙尘暴 等各类自然在 定量 不可抗力 发生后 按风险分担的原则处理 这就不再一一说了 四 政令停工 因政府发出 所有工程 居然在一定期限的停工的指令 应在合同中 专用条款中约定 此类风险应由发布人承担 这符合国际管理 也符合风险管理的理论 政策变化 国家政策发生变化 改变变化的风险 应由发布人承担 但必须是 必须量化 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价格波动 市场人才及价格波动 应在合同中约定 承拨人承担风险的幅度 超出幅度以上的部分 由发布人承担 七 工程所为 说过很多遍了 八 示范文本的通用条款 在上面这个主线主干的基础上 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细节 这个顺序就是通用条款的顺序 你一般规定 1.1 词语定义 与解释 1.1.3.3 什么是 临时工程 你已经知道的那些 我就不再说了 什么是临时工程 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 永久工程所修建的 各类临时性工程 不包括施工设备 施工设备的前称叫 施工机械设备 可以简称施工设备 也可以简称机械设备 但不能简称工程设备 因为工程设备是永久工程的组成部门 突出出这个概念来 那么在这他说 临时工程不包括施工设备 它是为完成永久工程修建各类临时性工程 那你说办公用房是不是临时性工程 农民工的宿舍是不是临时性工程 维党是不是临时性工程 现场临时性的道路 是不是临时性工程 说是 好 接着再看 一点一点三个八 临时设施是什么 看 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各项工作 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施 我现在给出你这俩概念来 那你说伪党是不是临时设施 嗯 那你说道路是不是临时 道路是不是临时设施 那你说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 是不是临时设施 你这俩概念这是什么东西给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了 临时工程有临时设施 究竟哪些是哪些不是 然后就停了 写这两个概念的人 我明确告诉你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就搞一个就得了呗 对应的永久工程就是临时工程 难道你用不用助人来认定 能不能进人来认定 好像没道理吧 那道路桥梁 你能够说人家不叫工程 所以他这俩概念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给一个就省得乱 这个他也没办法 1.1.4.4 1.1.4.4 缺陷责任期 是指承包人按合同约定 承担缺陷修复义务 且发包人预留资料保证金的期限 还给了一个括弧 一缺纳 履约保证金的复外 你倒是那个履约保证金 你倒是说明白了呀 对吧 质量保证金的履约保含 对吧 你倒是这么说一下呀 自工程实际进攻日期 起计算 这个地方错了 所以这个示范文本这次修改的时候 也不遭调 前边在定义前 还这么定呢 后边就改了 后边是从进攻验收通过之日期 你实际进攻日期 和你通过之日期 它不是一个时间点呢 对吧 这就是这次修改的不遭调 因为这个文本的原文 我在这给你保留着 说哪儿 说哪个地方对 后边就对 别着急啊 我们一点一点再来 保修期 刚才说了个缺线责任期 接着说保修期 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 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 从工程进攻验收 合格之日期期计算 现在就是告诉你 缺线责任期和保修期 是一个起点 你叫进攻验收 合格之日 可以 你叫进攻验收 通过之日 也可以 通过之日比较大 因为通过之日 可能我验收合格了 也可能是就是一跤了 没验收 对吧 所以我们到后边 我们再说这个概念 这先点一下 程度出现的 厂内交通 除发保人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厂内交通 厂内道路和交通设施外 承包人负责 修建 维修 保养 和管理 施工所需的 其他厂内 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 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厂外的肯定是业主的事 那么厂内的呢 厂内的说 除发保人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的厂内道路和交通设施 之外 承包人负责修建 维修 保养 管理 施工所需 其他厂内临时道路 和临时交通设施 你听懂这话了吗 上周讲课 已经给大家 充分的剖析这了 只要加上临时的 那就是你承包人的事 你修 你保养 对吧 你维护 但 你修的这个临时道路 你得允许监理人和发保人使用 他过个车 你不能收费 听明白了 我们现在不是建路就收费吗 人家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对联不是什么 人家说那个丰田那个车 说 有路就有丰田车 这是在国际上 说在中国叫 有路就有收费的 你别修个小破 你在场内修个小破 你迟到 你收业主的 想不想过 想过 想过咋钱 那可就完了 对吧 当然 这是开玩笑 八方人 承包人 里面内容不再说 监理人 四点四 重要的 极其重要的一个条款 十八个地方 提到四点四 所以四点四 是重要条款 休息一会儿 再说这个重要条款 再说 看4.4 这个重要条款 合同当事人 这个条款叫协商 听明白了吗 协商确定 非得叫商定或确定 你就协商确定不就得了吗 或者你干脆就叫商定 看怎么商定 这个条款要求你 写三遍 说三十遍 这个条款啊 这个条款你准备按简答题 这是属于现场出现争议的时候怎么办 如何处理 这是如何处理的难点 合同当事人进行协商或确定试 商定或确定试 总监应当 会同当事人 尽量通过协 前面我给写错了啊 合同当事人 发生争议时 前面写错了啊 总监应当会同合同当事人 尽量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说那不能一致的怎么办 你写的时候你按 括会一 这就是括会一 一分 说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时候 总监如何处理 你就把括会一 写上 总监应当会同合同当事人 尽量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令西安 括会二 不能达成一致的 由总监按照合同约定 审慎做出公正的决定 公正的决定 令西安 括会三 答题的时候嘛 你不能按他的段落狗啊 括会三 总监 应将确定 以书面形式 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 并付详细的依据 括会四 当事人 合同当事人对总监确定 没有意义的 按照总监的确定 执行 括会五 任何一方当事人 有意义 按照 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争议解决之前 合同当事人 再按总监的 确定 执行 争议解决后 争议解决结果 以总监的确定 不一致的 按争议的结果执行 由此造成的损失 由 责任方承担 五分体 四点四 这是一件二件 建立造架 都需要 准备的一个简单题 就是发生了争议 当事人 合同当事人 发生了争议 怎么办 先说总监 这一路 再说 按争议处理 这一路 再说争议处理 总监的确定 不一致 应当怎么办 好 这个点 不要照着个背 你就这么想一想 对吧 你就这么想一想 公众人员 不再交代 安全文明施工 以环境保护 看6.1.6 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由发报人承担 安全文明施工费 由发报人承担 这句话好像是废话 对不对 只要签完合同了 那合同里边 哪一笔钱 不是发报人承担呢 发报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 扣减该部分费用 因基准日期后 基准日期给大家定了吧 合同所适用的法律 或政府有关规定 发生变化 增加的安全文明施工费 发报人承担 听听 就之后 哪叫之后啊 基准日期之后 法定变化了 那你发报人承担 不折不扣 这笔钱 除专用合同条款 这个月定外 发报人 应在开工后 28天内 预付安全文明施工费 总额的50% 其余部分 已于进度款 同期支付 发报人 预期支付 安全文明施工费 超过7天的 承包人 有权 向发报人 发出 要求预付的 催告通知 前面已经交代了 个观点了吧 你不能 说他不给你钱 你就停了 你得发个通知 发报人 收到通知之后 7天内 仍未支付的 承包人 有权 暂停 施工 发报人 承担 违约责任 这个预付款 道理是一样的 预付款 也是执行这个程序的 只是我们在 十万文本这 他执行了个 没有当年的字样 是安全文明施工费 总额的50% 而我们清单说 当年安全文明施工费 的60% 这就乱了 这就乱了 所以这个 政令不一 就导致 无限的混乱 是吧 公期和进度 因发报人员 导致公期延误 看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下列 6加12种情况 不是啊 因下列 6加1种情况 导致 公期延误 为什么6加1 1就其他 呗 导致 公期和货费用增加的 由发报人承担 由此延误的公期 和货增加的费用 且 发报人应支付 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这不就给大家说的吗 什么情况给利润 你得非常清楚 你看这里边那些事 都没风险 记住 有风险 就不给利润 那你 我们看一下吧 那你得读量 读几遍呢 发报人 未按合同约定 提供失控现场 失控条件 基础资料 许可 批准 等开工条件 没提供开工条件 没有按合同约定 提供开工条件 这不是风险事吧 发报人 未能按合同约定 提供图纸 或所提供的图纸 不符合合同约定 这不是风险事吧 发报人提供的 测量基准点 基准线 水准点 及其书面资料 有错误 或输漏 这不是风险事吧 发报人 未能在计划 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之日起 七天内 同意下达 开工通知 这不是风险的事吧 你该下通知 你不下通知吗 发报人 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 支付三款 钱有预付款 过程中有进度款 最后有结算款 对吧 六 监理人 未能按合同约定 发出指示 批准 等文件 监理人的错 是不是视为发报人呢 你看 不是风险吧 所以 第一个层面 给利润 一定要知道 不是风险事件 不是风险事件 那就是你的行为事件 反正你已经承担责任事件 就这么两类 一类是行为责任事件 一类是风险责任事件 对吧 所以像这个东西 你看 你怎么 当然你还得读几遍 你得读几遍 读几遍 你要是说真正搞合同管理的 那你再写几遍 对不对 其他 发报人要求承包人提前进攻的 发报人 应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下达提前进攻指示 承包人应向发报人和建立人提交提前进攻 进攻建议书 提前进攻建议书 应包括实施方案 缩短的时间 增加的合同价款等内容 发报人接到该提前进攻建议书的 监理人应与发报人和承包人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 并修订施工进度计划 由此增加的费用由发报人承担 承包人 认为 承包人认为 只是无法执行的 应向监理人和发报人提出书面的意义 发报人和监理人 在收到异议后七天内予以答复 任何情况下 发报人不得压缩 合理攻击 这是 质量管理条例的话 放到适量文本里边来了 就是你不能强行人家压缩 对吧 其他就难 发报人要求承包人提前进攻 或承包人 提出提前进攻的建议 能够给发报人带来效益的 这是兵分两路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条款中 约定提前进攻的奖罚 但 你这一条和上面这一条 不能同时执行 就如同是 违约金和赔偿损失 这两笔钱 你不能同时要啊 我要又要损失 我又要你支付我违约金 对不对 你不能同时要啊 所以这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 在我们造价这 一度引起极度的混乱 对吧 那么在这 我们现在就给他埋下伏笔了 那回去再做那个题 你就知道 你两立起其大呀 对施工来未来讲啊 如果我奖励 比我赶工费高 那么就要奖了 如果赶工费比奖励 比提前进攻奖高 那我就要说很简单 真正一做题发现 不是那回事 但这毕竟是我们做题的 那个最直接的依据 财量与设备 要求承包人 已经交代过的就不再说了啊 详细交代过的不再说了 承包人使用 使用的施工设备 不能满足 合同进度计划 或资料要求 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 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这是施工设备 就是施工机械 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 由此增加的费用 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你明白这个事 你听懂了 这个事就是说 你用的这玩意儿 根本满足不了 这个进度和质量要求 所以监理要求你 增加或者更换 那你增加和更换导致 费用增加和延误 也延误工设备 你自己承担责任 因为什么 你有义务 你进的这个施工机械 能够满足的进度和质量要求 这对吧 他在说这个事 那是你的法 那不是 那是你的法定的义务 你得切保工程的质量啊 切保工程的进度啊 所以你设备不够 设备不够你进呗 你这设备不行 不行你换呗 好理解吧 所以监理人要求你增加 并不给你钱 因为这是你的法定义务 保纸保量保期 对吧 这是你的法定义务 再看十一 价格调整 基准日期后 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旅行过程中所需费用 发生除市场价格波动 引起调整以外的增加 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减少时应从合同价款中相应的扣点 你看这句话 你再看啊 基准日期后 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旅行过程中所需的费用 发生除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以外增加的 那么发包人在承担 减少的时候那就扣减 这是法定变化 那法定变化 基准日期后 因法律变化造成公期延误的 当然就得试验了 对吧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公期延误 在公期延误期间出现法律变化 由此增加的费用 和延误的攻期承包人承担 这叫不利于违约者的处理原则 谁违约对谁不利 就这意思 国家一定是提倡 鼓励 履约 行为 你要违约 肯定要受到制裁 十二 合同价格 尽量以支付 十二点 二点二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预付款担保的 承包人应在发包人支付预付款七天前提供预付款担保 预付款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安 担保公司 担保等通用形式 以后就把这两种形式叫通用形式 我们国家的担保公司 他的担保 不像国外 对吧 所以我们国家 绝大多数的担保 还是采用银行保安 在预付款 完全扣回之前 承包人应保证 预付款担保持续有效 发包人在 在工程款中 逐期扣回预付款后 预付款担保的额度相应减少 但 剩余的预付款担保额 不得低于未被扣回的预付款金额 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一个意思 那银行给你提供了一千万的担保 银行是要收你一千万担保的手续费的 所以这一千万 每个月扣 一百万 那到第二个月扣了一百万 银行给你担的就是九百万 收你九百万担保费 因为它是有个百分比的 比如说你担保费用的百分之三 那是有个百分比的 它是按月来算的 就这个意思 十三 验收和工程支撑 进攻日期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工程进攻验收合格的 以承包人提交进攻验收申请报告之 为实际进攻日期 因为提交完之后 你在二十八天里组织验收 那谁知道你哪天呢 对不对 你不能以你验收通过的那一天算 你得以我提交 进攻验收申请报告的那一天算 这是说合格的 正常 这叫正常 正常提交 你把这四个都连到一起去 接着 因发布人原因 未在监理人收到 承包人提交的 进攻验收申请报告 四十二天 完成进攻验收 这会又变成四十二天了 或完成进攻验收 不许签发 工程结束证书的 还是以提交进攻验收申请报告之 为实际进攻日期 这是第二种情况 你的原因 你不给我组织验收 或者验收了 你不给我签 接收证书 反正是你发布人的原因 这是这样 还是以提交进攻验收报告的那一天 接着 工程未经进攻验收 发布人擅自使用 以转移工程占有之日 为实际进攻日期 那这一点好理解吧 那都转移给你了 这一天就算呗 所以这叫三定 进攻 实际进攻日期 有三 针对着三定 多读几遍 只是说现在不是28天了 是42天 刚才我也记混了 这42天了 他这是 他这个地方呢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那一段 我们没要那一段 你间里人收到程博人 提交的进攻申请报告 验收申请报告 14天里 你完成 进攻验收的预验收 你看有一个14天了吗 那么接了这28天 那就给 发报人了 对吧 他是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他说 在间里人收到 承包人提交 进攻验收报告 42天 那这42天不就是14加28 就42吗 对吧 好 新闻解案 不再说 切信责任 其宜保修 这就和他前边那个 交代的 出问题了 所以你就看看 你就看看 为什么这些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不去追责 对吧 所以我呼吁要追责 追究责任 看看现在 工程保修的原则 在工程移交 发报人后 因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 承包人应当承担 质量缺陷责任 和保修义务 你注意这个原因 你要设计图纸的原因 那我可不给你修 我可不给你修复 现在看 切信责任期间 承包人 仍应按合同约定的 工程各部位 保修年限 承担保修义务 这是个在我们国家 极为奇葩的一个事情 国外没有保修期 国外就是切信责任期 我们国家是 质量管理条例 咕咚 然后来了一个保修期 别人没人敢违反他 因为他是天皇 那没人敢违反他 那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切信责任期 一般处有问题 他都他都是在前两年 对吧 前两年事比较多 对吧 说之后当然 那些可能有事 对吧 就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工程质量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还想把切信责任期 引进来 又不能和保修期冲突了 所以他俩就实现了 还不叫搭级 就是前面这两年 保修期的叫涵盖 保修期的前两年 就叫切信责任期 说保修期前两年之后 那当然就是保修期了 所以保修期成 也不能统统这么说 因为他不统地部位嘛 不有两年的嘛 还有两个财能期的 是吧 来看 15.2.1 切信责任期 从工程通过进攻验出 知日起计算 看到这句话了吧 前边在说什么 前边在说 从实际进攻日起 实际进攻日起 我们刚给交代完 对吧 正常的 你是提交验 进攻验出 申请报告的一件 就算进攻日起 并且得把这个事 明确的写到 移交证书当中去 那你要发报人的原因呢 还是以提交 进攻验出 升级猫要的那一天 是吧 那如果你是说 未经进攻验出 提前占用 那就以 转移占有之日 对吧 这三定 你看现在 这就是 缺陷责任期 从工程通过 进攻验出 知日起计算 合同当事人 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约定缺陷责任期的 具体期限 但该期限 最长最长 也不能超过24个月 这是国际惯例 运行过程中的缺陷 根据国际上那种 人家没有偷工减料 根据国际工程的惯例 运行过程当中 一些缺陷 一般在前六个月 就反映出来了 长一些的 可能一年之内 反映出来了 最长最长 也不能超过 24个月 国际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这个点 看 这个点在我们 造价的去年考试当中 就出一个找错 对吧 找错就出了这么一个事 他说是三年 那肯定是不行啊 接到 因承包人员 因导致工程 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 进行进攻验收的 因承包人员 导致工程 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 进行进攻验收的 就已经拖期了呗 牵线责任期 从实际通过进攻验收 知识期记载 这是废话 那上面不已经说了吗 接着看 因发报人员 导致工程 无法按合同约定 日期 进攻验收的 在承包人提交 进攻验收报告后 90天里 工程自动 进入 缺险责任期 90天后 起草这个文件的人 他究竟要干什么 看不明白 你不是又交代了 42天 就通过了 对吧 那你现在因发报人员 导致工程 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 进行进攻验收的 你前面不是已经说了 那实际进攻日期了吗 对不对 你42天 对吧 42天里 你也没组织验收 那么 那你不是已经有了个 有了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际进攻日期了吗 对啊 乱没乱 不能乱啊 这就是告诉你 缺险责任期 不是从实际进攻日期看 而是和保修期 他俩一致了 所以告诉你 是从通过 那然后接着就是交代 要是 你的双方的原因 是吧 发报人 未经进攻验收 这种擅自使用 我们的缺陷责任期 自工程转移 战友之期计算 那这个是不是 实际进攻日期吗 这个就是说 是 这种擅自使用 它是实际进攻日期 对吧 好 资料保证金的扣留 资料保证金扣留 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在支付工程金的款式 助于助次扣留 在此种情况下 资料保证金的计算基数 不包括预付款支付扣为 以及价格调整 我们在清单呢 在交代 在清单呢 交代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说了 对吧 资料保证金 诶 这个就是 还得再说一下 我们造价的案例 案例教材 它的第六章 它就 注月扣回 那时候 它就违背了 这个条款 它那个条价款 它也取了资料保证金了 说那怎么办呢 当啥说啥的 怎么办呢 这四方文本 文本规定 条价款 是不能取 资料保证金的 比如资料保证金 每个月扣5% 扣到合同总和3%为止 因为资料保证金 不能超3%了 是吧 第二种 工程进攻 结算是一次扣留 这就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 过程当中 应付款 是给60%到90%之间 对吧 第三种 双方决定的其他 然后又告诉你 下面这一段 除专用合同条款 另有月定外 资料保证金的扣留 原则的采用 获获一 这个 这个 就是它这句话 没用 我们资料保证金 现在 一般都是最后扣 过程当中 不全给你 过程当中 给你百分之 60%到90% 发报人累计扣留 资料保证金 不得超过工程 价款 结算 总额的 百分之 看到了 这不是签约合同价 是工程 价款 总额的 百分之 如承包人 在发报人 签发 进攻付款 证书后 28天里 提交 资料保证金 保安 这个就是说的对 资料保证金 保安 发报人 因同时退还 扣留的 作为资料保证金 的工程馆 保安 金额 也不得超过 工程 价款 结算总额的 百分之三 那保 那你保 你的资料保证金 是多少 我就给你提 我就给你保 多少呗 发报人 在退还资料保证金 的同时 按照央行 发布的 同期 同类 贷款 基准利率 支付 利息 这是贷款 基准利率 支付利息 好 休息会儿 你保证金 你保证金 我会说 你保证金 你保证金 我会说 是 都会说 你保证金 你保证金 感谢观看